作詞・作曲 李宗盛 灰染漆黑的眼 緊握一片世界 星光皆瀰滅 生命切切 还我从梦缘中 苏醒眼眸春月血色 世间在你只一年 随我角色 心与我 风与火 你与我不舍 无趣或为君生魂多 寒似寄阔 乾坤向这山 愈合 红黄沾灭残余波 不问后生应余过 惠惧随坚固 皆可 明朝相约看星河 无悔此一生与此成说 看星河 说谱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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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想什么呢 没事 都怪我 苏枝那日一时情急 才让你们陷入如此境地 你别这么说 如今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也不知父皇现在在做什么 这消息都传开了 天帝和丽王一定会为难他 父皇性子弱 只怕是招架不住 姐姐 父皇一定不会做伤害我们的事情 你不杀他们 他们就要杀我们 这是我的族人 我怎么想他去守啊 我们走吧 我们得走了 喂 是你将他们放走的 是他们自己逃跑的 玄山和嘲讽都是修为卓继的高手 会因为你们几个儿自己逃走 无需多言 陈渊若有能耐 可以自己去寻 不必跟在我们身后 继续搜寻 是 没有人追过来 我们去四驱阁 走 我赶紧 有钱 没有人 谁刚才说不能心软的 他们是我赤后营兄弟 大人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 立王之命无人敢为 我不能放你们走 你们会回去报信 兄弟一场 我给你们一个痛快 大人 死之前 容我对庆葵公主道个谢 为何 公主曾经救治过我 还有我母亲 属下心中一直记得 只是没有机会去道谢 我这条命是公主救下的 今日属下愿意还给公主 朝风 放过他们吧 你们走吧 别让我再遇到了 下次绝不会饶了你们 大人 公主 保重 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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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冒险 若公主的行踪暴露 你们就危险了 公主人善 玄商君和朝风殿下 又不便对族人下手 这些事情 就由苏质来做 三位将军 可有寻到花灵下落 回禀天帝 尚未寻到 陈炎君有何收获 也没有 也没有 我们兽族也一无所获 玄商君修为身后 朝风又精通密报暗网 恐怕我们要再寻一些日子了 三位将军 在 在 小玉天下 三日之内 若叶潭与青葵不肯归来引进旧路 朕就踏平人族皇城 是 是 如今天帝的手段 也颇有陈渊之风啊 非常时期 还需用非常地手段 好 我们陈渊也派兵协助 一个小小的人族皇城 就不劳烦立望 蝉出花灵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吗 神族和陈渊大军共同出兵 那我四界皆可放心了 我兽族 就原地待命 以备布施之举 四驱阁阁主和我是顾角 不会出卖我们 奎儿 咱们在此暂歇吧 这边有人没有 还有人没有 还有人没有 好 你报什么 此地还是不宜久留 虽然我加强了结界 但是很容易被发现 如此下去 你们二人只会越来越为难 没有什么为难的 他们杀过来 我们就杀回去 可是如今来的 都是你们昔日的袍子弟兄 是你们的同族 如果你们兵戎相见 我和唐儿岂不成了罪人 那我就去吸了他们的灼气 好不容易有了这种能力 不可 你如果大开杀戒 岂不落人口实 我们就真成了 蔑氏狂徒了 姐姐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不要再大发慈悲了 又今不能杀 嘲讽不能杀 我不能杀 难道我们真的要 坐以待毙吗 唐儿 你听我说 四界现在把我们 当成蔑氏花灵 可是我们心里清楚 我们不是 他们错 我们就要跟着错吗 你从来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左右的 这我还是跟你学的 无论深陷什么样的泥潭 我们都要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不要再天真了好不好 你一直都在救死扶伤 可你拦得住他们来杀你吗 这四界就是强者为王 你真以为好人有好报吗 我行医原本也不是为了好报 我是顺应自己的本心 所以我活得自在 行行行 是我狭隘了好吧 大自在 唐儿你 没事 是 殿下 是四驱阁的阁主 自己人 殿下 不好了 听说人族和陈元族 联手将人族皇宫给围了 天帝以三日为限 让两位公主速回人族 否则 就要荡平人族皇城 天帝尽以父皇为至 我母妃还在皇宫里啊 卑鄙无耻 不能去 天帝要的就是你们自投罗网 大不了鱼死网破 我用花灵之力杀进皇城 公主别中了他们的计 两位公主 原属东邱 与人族并无半分瓜葛 不必为吞帝所累 吞帝 毕竟是他们的养父 这养育之恩不能补报 当年你和东邱族人 不也是为了维护 地脉子之而死的吗 苏之说得有道理 你们姐妹两个回去 只会让局面更加混乱 那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 看着丽王和天帝 踏平皇城吗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奇兵的 赐 Optmayın 您有什么名力 没有任何人 啊 我们rovay 我们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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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儿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可玄商军在 也许他们尚有胜算 玄商军再强 毕竟人寡势单 怎敌得过两族大军精锐啊 玄妃放心 若是他们回来 我们拼死也要一战 神族和陈渊 已经把这皇宫周围布下来结界 现在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这可如何是好啊 只求他们千万别回来 天地 立王 有话好说 你们这又是为何 不如入内 咱们聊聊 不如入内 咱们坐下聊聊 欺人太甚 碧亚 别浪滚 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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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是 吞弟 难为你了 非如此 不能缉拿蔑石花旅 无需跟凡人多言 神族和陈渊好不威风啊 我人族弱小 千年来我们重神族未陈渊 所以寡人才将两个女儿分嫁于两族 希望能与你们修好 到头来 却换来你们濒临城下 你给本王安静待着 再有废话 本王立马信了你的宫殿 寡人要讲 你 立王 是 双花味道 不必冲了 你们为了让唐儿和奎儿现身 竟为我皇城三日 我人族百姓于此时何干 沉冤也便罢了 神族 竟也置礼莲齿鱼不顾 你们将寡人的两个女儿 判作蔑视花灵 可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们如此赶尽杀绝 他们也不能选择自己做不做花灵 他们可是你们的儿媳 你们居然连一点测隐之心都没有 居然要在寡人的皇宫前 当着寡人的面 诛杀寡人的女儿 简直丧尽天良 我人族虽然弱小 但也不能任由旁人 肆意欺牙践踏 寡人今日 若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何以保护人族百姓 你们若敢动我女儿一根寒毛 我人族 从此便与你们势不两立 血战道敌 血战道敌 他们还是回来了 天帝 玄商军携双花去了天界 什么 他们在天界 是 叶潭还让属下传话给天帝与丽王 说 他说二位若想捉拿双花 不必拿人族皇宫要挟 他与清辉公主就在九霄云殿 等待二位大驾功礼 若二位不来 如何 他们便摧毁九霄云殿 在九霄云殿肆意横行 胆子太大了 哼 本王率军 协同你前往天界 套伐双花 九霄云殿岂是沾满血腥之力 丽王不必行事动众 一人与我前去即可应对 既然他们已经到了天界 我就让他们插翅南飞 叶罢 他们去九霄云殿侍卫 天帝怎么能放过他们 他们去九霄云殿侍卫 天帝怎么能放过他们 平准ип 次 王不揉心事 一位 延欵 不要再直迷不悟了 父弟 本王早就应该杀了你 昔日你为这个冒牌顶替的天妃 闯雷霆寺退神位 放弃神族也要跟他在一起 朕一次一次地容忍你 只怕你有招一日能够醒悟 没想到你竟然荒唐至此 带着蔑氏花岭 来毁自己的家园 是父弟逼我们的 他是蔑氏花岭 你要冒天下之大不为 为虎作伥吗 本王来这里 不是听你们讲道理的 我是来讲条件的 第一 收回铲除地脉子之花岭的照命 并且不得派兵追杀我们姐妹二人 第二 昭告世人 东邱一族并没有灭世之心 还请天帝将聚灵玄灯交还给我们 让东邱亡灵得获心胜 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我会冒兴 我会冒兵 除非 继续 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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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花能够汲取清卓二气 若你们执意将我们逼上绝路 依靠花灵之力 也能与你们一战 天地立王 若是能跟我们立下誓约 放过我们姐妹二人 我们也可以保证 此生绝不动用花灵之力 七夕五个人传我九霄云殿 你们真觉得喘得出去吗 若是有侠族大军护卫呢 若天地不肯 我侠族即刻宣布脱离神族 你说什么 看来天地连自己的后宫也管不好啊 父弟 收手吧 弟妹子之是可以与四界和平相处的 父弟的初衷原也是四界安宁 二位公主本性善良 父弟又何必再激化仇恨呢 当年屠灭东秋 老朽的内心一直难安 今日我们三针 岂能做事不理 天地 醒醒吧 是时候了 该收手了 父弟 你非要把自己逼到重判亲离的地步吗 今日之事 今日之事 朕是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欲识俱焚有何好处 你这是再逼朕呢 朕今日承诺 为了我这个儿子 为了朕疼爱的少殿友情 静心 朕答应你们 事关四界安危 你岂能如此软弱 正是关乎四界安危 朕才不得已而为之 刘 有时候小不忍 责乱大摩 好 本王答应你们 好 想不到我竟闯了天界九霄云殿 还尽出自容 你说我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还得意呢 我刚才都要紧张死了 多亏了子吾和母神户口班区 若没有你们帮助 恐怕也不能这么顺利 还是谢过母神 母神 可是您今日的所作所为 会让腹地难堪 我怕 放心 母神身后有侠族之事 他不敢对我怎样的 父弟虽强横 但心中是在意母神的 今日他肯退让 是个好兆头 说不定家义时日 就能够说服他 接你们回天界了 等您想我们了 我们就和子吾一起回天界看您 怎么还有我呢 等到天地接受我们的时候 恐怕你和季兰爵在寿节 都有三个孩子了 嫂嫂 好 牟绅 此事过于复杂 我还没有机会向您解释呢 本宫就说 为何神族男子都入不了子吾的法眼 原来是看上了寿界少主 我们走了之后 就只剩下清横一人了 他和胡遂去取聚灵玄灯 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我知道三位先尊想问什么 我的本名其实叫苏枝 就是万年前被屠族 侥幸存活下来的冬秋人 若我没猜错 当年冬秋突足 你们也在场吧 我可没在啊 我可没在 我们那个时候资历还不够 不够有人够 罪过罪过 老朽知道你恨意难处 老朽在这儿跟你赔 赔不是了 多谢灵婆祖师 当年若不是您留下聚灵玄灯 这些年 我都不知道指望什么活下来 我一缕残破狗活于世 只为拿回聚灵玄灯 令亡灵复生 闯阵东秋 今日 我终于可以如愿了 快快快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看清衡君的模样 莫非早就知道此事 我想起来了 那日你来找我 就聊起冬秋之事了吗 我 清衡君当时为我掩护 没有揭穿我的身份 苏智永远都不会忘记 就让你去哪儿个灯 怎么这么慢呢 怎么这么慢呢 谢顾三位先尸 苏智告辞了 清衡君也不必再送了 你以后 应该 不会再回天际了吧 今后苏智会留在东秋 看护亡灵复生 尽全力复兴东秋 希望将来三位先尊和清衡君 能来东秋看看 一言为定 嗯 父皇 他们来了 来了 莫非 父皇 唐儿 大人 奎儿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受伤 天帝和丽王 有没有为难你们 我们一根蛤毛都没伤着 好着呢 父皇放心吧 天帝丽王看有玄商朝风坐镇 又畏惧我们的花灵之力 加之天后一行人也愿意帮我们 最终决定霸首 和我们签订了契约 从此以后 都不会在病人乡下了 如此绝境 你们居然能平安无事 万幸 万幸啊 有劳你们舍命相护了 吞弟 我对您的承诺岂能是虚言 吞弟 吞弟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奎儿受到伤害 你们刚叫寡人什么 岳父大人 岳父 乖 你也乖 你也乖 大家这一路周车劳顿 管人要大赦炎业 庆祝大家劫后一生 父皇不必大费周章了 我们回来就是报个平安 之后就要去冬秋了 我 为什么要去冬秋呢 那个地方太凶险了 不能去 孩子 吞弟 今日你与天地和丽王对峙的时候说话那么有机 现在怎么变得担心说怕的呀 那个 说来话长 你们得慢慢地听我说 啊 这边是我们诞生的地方呀 上次来这儿 还是有情绪不归虚的时候 是啊 我还记得与你初见的时候 你说我两千七百岁 说我老牛吃嫩草 现在想想 那嫩草应该是我 你可真心愁 真是一副尊老爱幼的好景象啊 你快闭嘴吧 万年了 冬秋终于沉冤得雪 我也拿到了聚灵玄灯 花灵已被四界锁入 这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素芝 你放心 现在不仅有我们三个人了 还有玄商神君和朝风帮我们 冬秋定能恢复往日盛情的 事不相瞒 素芝也曾忧心过 夫妻本是同灵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可玄商君和朝风殿下 真心可见 公主果然没有看错人 等什么呀 快盖着雪林玄灯吧 阿爹 阿娘 孩儿做到了 背负万年的冬秋亡灵 终于可以重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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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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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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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 这不是东邱王陵 是新阵 这是神族上古法术 一旦被锁住 就无法使用法力 快想办法呀 这距离悬灯中 怎么会有神族法阵啊 距离悬灯是假的 本王与天帝 我一起能轻易放过你们 快 姐姐 头儿 快 朕身上只有清晰 你的花灵之力 已经不起作用了 头儿 你们出尔方儿 阴仙狡诈 就不把四界外面耻笑了 世人只知道你们姐妹 闯入我九霄云殿 用花灵之力 胁迫我与力望 千下契约 如今你们又几图开启 归须封印 神族与陈渊才不得不来 诛杀你们护卫四界 所以四界只会感激着你 父弟 你从小教导儿臣 做事要光明磊落 如今却做出如此卑鄙之事 你不觉得自愧吗 朕在为四界除害 有何愧 世心阵乃上古仙阵 纵使三针仙师联手 也断难脱身 有情 不要再任性了 父王 你真的要和他们联手吗 双华威力通天 本王 岂能容他们在世一日 颤出花灵 速战速决 奎儿 不可复必 啊 关于龟狮封印我还有一言 说 都到双花盒龟狮开 既然开启龟狮封印双花却 这一不可 那若是我死了 我妹妹也就不能威胁四界了 对吧 青葵公主 不可啊 奎儿 你胡说什么 你 你个傻瓜 你说什么呢你 妖子也该是我死 你成什么英雄 快放我下来 如今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与其都死在这里 就让我一人承担吧 快 李光叶潭能吸取灼气 若本王放过他 岂不是自取其惑 我和檀儿乃是同之病地的双生花 若是我死了 檀儿从此 就不再有吸取灼气之能 若是你们不信的话 速知可以作证 你们姐妹二人生死两个 并定双花受损 花灵之力才会消失 你个傻瓜 你成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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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知 快ost 快 vamnd 快了 快到你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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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dov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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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芝乃是万年前东邱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花灵之人 只要天帝和丽王 答应今日放这几个人一条生路 轻逵今日 自愿以死破局 待我死了 花灵之力便不复存在 夜谭只是一介凡人 可保归虚无语 天帝和丽王在众生心中 不仅保住了四界 更是仁慈悲悯 心胸宽和 天帝 天帝 天帝刚刚是眼睛怎么能谢她的 就算是你死了 我们也一样没有生路啊 你放我下了 你放我下了 天帝 奎儿 我们一定可以离开她 你不要乱来 即使我们抖过了今日这一劫 往后我们也永无宁日了 这便是最好的安排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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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花 花 金金 金金 你不是的 金金 若你愿意斯文 本王可以放过黎光夜谭 多谢天帝丽王 你不是的 你不是的 滚啊 滚啊 不要啊 天气你不许呢 不许 今日天界及陈渊众兵将在此见证 若天帝和丽王言而无信 希望众将士把今日之情形告知四季 你把刀放下 塔儿 我们来生再做姐妹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要什么来生 你把刀放下 滚啊 昆儿 我这一生 跟你在一起过 这份欢喜 我知足了 你许我的目合遍也 我已经看见了 谢谢你 长福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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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冯主 滚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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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了 滚 滚 滚 唔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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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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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天地 真要放过黎光夜潭吗 我只将少典有情带回天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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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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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想怎么样 要赶尽杀爵吗 公主 公主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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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落在 沧桑的悬崖 我听放了扶同睡的脸颊 纷飞出 海底下 多想陪你穿越过 忧伤的夜霞 我们牵手跌宕的天涯 测缓的时空 吹了浪编发 再哭 也不怕 你是我心中的羽羊 我的阴光 山树成年华 如果泪落下 你做鲜花 光是你心意的梧花 别问心河 还无需回答 微 然 亮 天地 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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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 无需 你心意的梧花 天地 无需 无需